这是我的小米速器 而这是小米目前最强的平板 小米Pad 6S Pro 它在速器的后排待了很久很久了 我装它本来是为了凑齐人车家生态的最后一环 但直到最近iPad Pro上市 我才想起来 我后排原来还挂着一个平板呢 看着售价挂完的iPad Pro 让我不禁思考 如今的小米平板 它到底是什么水准呢 那本期第一回合 我们就来盘一盘 这款我之前没有怎么关注 在后排吃灰很久的小米Pad 6S Pro 我们先来看看外观 全金属的一体式机身 直角边框 背面的设计元素也相当克制 左上角只有键盘触点和小米logo 右上角的镜头deco设计和小米14如出一辙 虽然不是极具辨识柱的设计 但对于平板而言 镜头模组的存在感其实是越低越好的 小米Pad 6S Pro就处理得很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正面 点亮屏幕 黑边宽度中规中矩 虽然不是很窄 但好在四边等宽的设计 屏幕和边框同一大二角 整体来说比较和谐 美中不足的是 边框跟屏幕之间的处理会有点声音 滑过边缘的时候会感觉到有一点点割手 但并不是很影响使用 既然点亮屏幕了 我们来看看屏幕表现如何 虽然大家隔着相机 可能不能直接感受到这个屏幕的观感 但这几天用下来 我对它还是很满意的 我们先看色彩吧 小米一直以来坚持原色模式 那肯定是少不了的 在专业原色模式下和MacBook Pro做对比 仅从肉眼上看 几乎没什么明显区别 屏幕亮度也是非常顶 在室内来说自动亮度已经很足够了 而且自动亮度也很灵敏 在亮处暗处之间切换的反应是高度可用的 如果在室外日光下 你想要更亮点也行 阳光屏模式把亮度手动拉到最高 我们在工作室内实测 全屏手动最高亮度可以去到700度尼特 除了足够亮以外 分辨率也去到了3048x2032 无论是留着文字信息 还是观看视频都非常清晰 除了高分辨率 高刷肯定是少不了的 而且还直接拉满到了144赫兹 还给了另一高刷 那这样你想省电还是想拉满 其实都可以自己进行选择了 那我肯定选择能拉满的都拉满 这样的话像IU腾 短视频又或者是地图这些应用 都可以丝滑训 那至于高刷拉满会不影响续航呢 那多多刷肯定是会有一点影响的 但毕竟它搭载了1万毫人式的带电池 我这几天用下来完全没有续航焦虑 前两天我重温了一下让子弹飞 从100%电链开始 屏幕亮度固定在300尼特 看了两个小时才掉了9%的电 而除了看剧以外呢 现在很多人买平板也是为了打游戏 虽然我不怎么玩手游 但我替大家测试了一下 半小时抽屁精掉电3% 半小时崩铁也才掉电6% 而且帧率也能保证接近满帧运行 温度控制也很好 甚至玩原神的时候 机身温度还没有体温高 看来压力还是不够强啊 所以我们来试试1440P超分辨率的原神 不得不说 这原神化这和开启超分辨率之后的差距是真的大 但压力也确实上来了 功耗接近9瓦 但温度并不高 平均帧率53.4帧已经算非常可言了 如果你真的是重度游戏使用者 也不用担心 120瓦有线充电 从1%开始 实测10分钟冲到23% 第15分钟冲到40% 第20分钟冲到53% 第35分钟冲到87% 第42分钟冲到97% 没有官方形成的那么快 但也足够用了 性能续航说的差不多了 我们来讲讲系统体验 对于安卓平板 应用适配是我最在意的 我们测试了17款应用 适配状况大概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适配了平行窗口的 像微博 京东 拼得多 金属图条 但他们没有原生适配好大屏 那应用内的图标窗口 都是强行拉伸放大 整体的信息密度非常低 体验也一般般 只能说是一种偷懒的方式 而淘宝 网易音乐和Q音乐 他们适配好了平行窗口 而且信息密度也比较紧凑 图标窗口大小也比较适中 明显是用心适配的 那第二种是没有适配平行窗口的 像飞书 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抖音 快手 小黄书 但是他们无论是1界面 还是2界面 都是单独做认真适配的 从信息密度和美观程度来看 我认为这个反而是自由解 而微信和QQ没有适配平行窗口 虽然在1级界面的信息密度 还是比较紧凑的 像左侧可以用到8 9个亮天蓝 但你点击去2级界面 像微信公众号 朋友圈 或者QO的耗路动态 频道 他们的内容都是强行拉伸放大 逻辑就会非常混乱 那第三种就比较特殊 主要是B站和I7 他们是有常规版本和大屏版本 在大屏版本里 他们的信息密度以及图标窗口 都进行了比较完美的适配 而在常规版本里 它的适配思路就是和第一种一样 信息密度比较低 但可以通过平行窗口来弥补 看完这几种情况 我觉得相比之前还没有平行视窗的时候来说 现在的安卓平板适配情况 已经是好很多了 有一些应用像是飞书 优户视频 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做好了适配 而有一些应用像是微博 虽然有平行窗口 但只是一种脱脑的方式 我始终觉得平行窗口对于大屏适配来说 是一种过渡方式 我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应用 能做好真正意义上的大屏适配 说完了系统适配 我们再来讲讲生态互联吧 作为小米平板 首先肯定是要来看看和手机之间的互联 小米的投屏叫做共享桌面 你只需要在控制中心打开融合中心 然后选择你的设备来进行协同 就可以了 对于共享桌面 除了最基础的使用手机上的应用外 对我而言最实用的就是文件传输了 像前两天我在手机上下载好了一本电子书 回到家之后我想用平板看 我只需要在手机的文件管理中选择电子出动文件夹 然后拖到平板上的文件管理 就能快速传输到平板了 即使你不用小米手机 只要加入了互联盟的手机品牌 像OPPO 你也可以将你OPPO手机上的文件通过互联 来发送到小米平板上 当然了 手机生态壁垒是客观存在的 你想要体验完整的生态 那最好还是选回同品牌的设备 那像是通讯共享 你想要在小米平板上实现这个功能 那肯定还得用小米试骗好的机型 对于平板而言 我觉得这个功能是非常刚需的 尤其是出门在外 平板能获得和手机几乎完全一样的通信能力 还是很方便的 那除了能和手机互联以外 小米PiD6s Pro还能跟小米笔记本互联 这里最常用的功能就是屏幕镜像和屏幕处长 方法也很简单 小米笔记本 然后和平板来进行一个绑定和配对 然后你就能在它的小米电脑管家 生活设备中心搜到小米平板 然后你点击 比如说我们点击屏幕镜像 很快 它就连接上 看 而且它的延迟控制的还是很不错的 我现在拖动一下这个界面 高度可以了 并且不仅仅能和小米生态的产品配对 和我的这个RG其实也能配对 我点温加K 用Windows自己的配对 很快就能搜到 已经搜到了 然后点一下 然后在小米平板上点一下这个接受 已经镜像过来了 清晰度是不如小米官方的那么好的 但是硬个极我觉得是完全够用的 说到了软件部分 我们再聊点硬的 作为平板 对于我而言最大的用处就是影音娱乐 你别看机身很薄 尺寸也不是特别大 但看你电影听起歌来 它的声音还是很震撼的 小米Pad 6s Pro足足有6个扬声器 而且音量还很足 除了影音娱乐也可以轻度办公 对于我而言 日常最多无非就是马自 这一天我试了一下这个PC级WPS 不得不说人家敢调这个PC级 还是有道理的 你想卧的文档里的菜单 包括它整个布局和电脑就是一样的 你想调整什么字号字体 所有选项都一目了然 写稿子是绰绰有余了 如果搭配官方的触控键盘使用的体验还能更好 它们是磁吸连接的 就是你直接装上去就行了 然后也不需要再进行蓝牙配对或者供电 然后它的触控板还是很丝滑的 手感还不错 而且上面也能按下去 像该有的截图返回桌面等等的快捷手势都是有的 键盘居架角度调节的范围也比较大 日常出差办公放在腿上也问题不大 然后它键盘的键程有一说一一 相比于我用的笔记本确实是要短一些的 因为它要做薄 做厚重了可能就不太方便携带 但对于我觉得日常的蚊子处理来说是够用的 不计算很薄 那办公说的差不多了 还是说一些大家平时用的比较多 但很容易忽略的细节 对我而言使用前置物 因为就是照下镜子 或者说出差的时候需要视频会议 这样的话前置摄像头的位置就非常关键了 就为什么呢 因为平板很多时候都是在这个横屏模式下使用的 是吧 如果放在短的这一边 你看像这个iPad Pro一样 放在短的这一边横屏开会的时候 我觉得人是不居中的 就有点怪 小米这边你看人就是居中的 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它放在了这里 横屏用的话 开会什么的 正正好 最后我们来讲一下Seql传输速率 毕竟顶配都给到了1TB的超大存储 传输速度肯定不能落下 官方写的是5GB的USB3.2 实际测试一下才知道 我们拷贝了一个大小10G左右 专有466个零碎文件的文件夹 耗时59秒 拷贝一个差不多大小的压缩包 耗时36秒 经过这以前的使用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小米平板是真的变了 以前MIUI时代的小米平板 口碑一直都非常不好 主要还是各种卡顿各种bug 那可能是因为小米PadOS Pro 出厂就搭载了澎湃OS 虽然这一天的体验比较简短 但我也能感受到 小米平板的系统和之间相比 已经取得了质的改变 系统动画 这个以前总被勾病的问题 在小米PadOS Pro上 终于有机会一雪前出了 体验上升了很大一个台阶 屏幕性能影音体验也都不错 12.256的官方售价是3599 如果你的需求和我差不多 主要是影音娱乐和轻度办公 那安卓平板确实是非考虑 毕竟在苹果阵营 要么你就没高刷 那有高刷的iPad Pro 一台就可以买很多台 安卓旗舰平板了 你可以一台放在家里 一台放在公司 在哪个台放在车里 剩下的钱 说不定还能再买一台小米14 那大家伙觉得 这次的小米PadOS Pro表现怎么样呢 那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就这么多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请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我是HK 我们下期视频见 祝我好运 拜拜 拜拜